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耶稣不是为人类带来平安 而是带来刀剑 这样的耶稣,我们还愿意选择他吗? 让今天,7月15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选择基督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 你们不要以为我来 是为把平安带到地上 我来不是为带平安 谁爱儿子或女儿超过我 不配是我的 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 不配是我的 谁获得自己的性命 必要丢失性命 谁为我的缘故 丢失了自己的性命 当领受一人的赏报 如果我们问身边的基督徒 教会团队 教会团体的和乐 这反映出人们不安的心 多么渴望找到一个安全可靠的避难所 然而今天,耶稣却对我们说 你们不要以为我来 是为把平安带到地上 我来不是为带平安 而是带刀剑 耶稣确实是个可靠的主 然而,他带来的平安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平安 只有快乐 没有冲突 没有艰难的选择 和割舍的痛苦的平安 相反的,耶稣清楚告诉我们 他固然要给我们平安 但他所要给的平安 不像世界所赐的平安 耶稣说 我来是为叫人脱离自己的父亲 女儿脱离自己的母亲 他指的不是无理的叛逆 而是要说明真正的基督徒 需要选择福音价值 胜过在生长过程中 从自己的家庭、文化、历史等内化的价值 比如说 我们的文化教导我们 以一人的学历、职位、财富 断定一个人的尊严 让我们对富有的人和一般劳工会有不同待遇 耶稣却平等对待所有的人 还特别关爱落小卑微的人 谁获得自己的性命 必要丧失性命 谁为我的缘故 丧失了自己的性命 必要获得性命 面对这样价值上的冲突 耶稣邀请我们 不要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平安而齐强 却要勇敢选择福音价值 我们做得到吗? 请品尝圣言 谁为我的缘故丧失了自己的性命 必要获得性命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 看到不义的状况 让耶稣在你良心说话 教导你要如何选择活出福音价值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请你给我勇气 活得像一个真的基督徒 而不是摩棱两可的胆小鬼 阿们 谢谢您的聆听 愿天主降福您平安喜乐 我们明天再见 着咱们 我们明天见